Parents Daily 我們深信每一個小朋友都是探索家 對一些新奇的事物他們會主動去探索 所以我們從世界各地搜羅了一些新奇有趣的玩具 讓小朋友去發展他們的不同的興趣 當中包括玩具圖書館和我們的探索館 玩具圖書館每一份玩具 我們都會讓小朋友去摸索一下 到底他們的發展層次去到哪一個水平 小朋友可以親身操攏 當他完成了第一份挑戰的時候 他們可以挑戰下一個遊戲 所以小朋友可以發揮自主自學的精神 探索館 我們採取了美國一批特教育工作者 他們從遊戲、發現、探索這三個階段 讓小朋友可以自由地探索科學和藝術方面的興趣 曾經試過有小朋友面對科學上 看一些細胞 有些小朋友不知道是甚麼 很自然地問問其他小朋友 於是很多小朋友一起去研究到底細胞是甚麼 為甚麼是這樣的 他們會問到底在哪裏可以看到這些細胞 於是負責很多問題去提出 有時候試過問到我們老師 都要去找一些資料再回答他們 首先我覺得親子活動的好處 就在於小朋友在全人發展上面 起了一個很有效和很快的功能 比如說小朋友在一個親子的美食分享裡 他家長和小朋友一起攀調的時候 其實小朋友會多說了 小肌的發展亦會多做了 在交流的情況下 所以他增進了人與人之間的群性發展 而且對於美感上也提醒 比如做完的食物出來的效果是否漂亮 布置得好嗎 順便他也培養了對家人的工作上去承擔 比如在家務上幫忙去切 幫忙去洗 亦都幫忙把東西擺好 亦都提升了小朋友的生活技能 這件事也促進了小朋友全人發展 如果我們有效為小朋友去策劃一些戶外的學習活動 讓小朋友走出課室 其實就是把他們的思維限制和局限在學校裡面 比如我們學校也會帶小朋友去濕地公園 去做這個保育的學習 亦都去到一些消防局 去了解一下消防員的工作 亦都去到博物館去看一些歷史 這些其實在書館上雖然學到 但是親身經驗他們學的時候 記性會更加會理想 首先活動教學的重心 就是小朋友去實踐他們去思考 以及培養他們自發的能力 以兒童為中心 所以我們在這個活動教學裡面 是給了很多的機會 小朋友去探索的 小朋友去探索一條魚 他們初期就會去到超級市場那裡去訪問一下售貨員 亦都會看到魚它的油的動態 而同時間回到學校 我們亦都會給它實踐去摸 去聞 用它的感官去探索一下 甚至乎我們會煮來吃 讓它看到那個生和熟的分別 其實活動教學除了豐富他們思維之外 亦都讓他們學習的效能提升 小朋友他們會主動點去探索 亦都會主動點跟別人分享 其實學多了很多課外的知識 增廣見聞